高雄市有一位五歲的妹妹 她去參觀秀山的動物園 結果被迷你馬咬傷 手上有一公分的撕裂傷 已經送到醫院治療了 現場連線記者王月芳 帶我們來關心月芳 現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 在高雄市的婦幼醫院裡 醫生幫女童包紮完傷口 老是在一旁等待 而且也安撫女童的情緒 那她的家長呢 也感到現場關心 這名五歲的小女童 上午參加幼稚園的校外教學時 參觀秀山動物園 在開放入場餵食迷你馬 結果不慎被馬給刺傷了 而根據了解 她是在未學迷你馬時 因為太靠近迷你馬了 結果就被馬的嘴邊毛給刺傷 造成她手部有一公分的傷口 讓老師向她緊急 緊急將她送醫治療包紮直血 那麼雖然傷勢不重 但突然被馬給刺傷 也讓女童受到相當大的驚嚇 這樣到醫院後 擔心女童的傷口會惡化 也要求醫生馬上為她打破傷風 這是目前相對的情況 鏡頭交給孟米主播 好 這是看到去參觀秀山動物園的 這個五歲的妹妹呢 現在她因為手上有撕裂傷啊 結果到醫院趕快打破傷風 進行治療 醫生在幫她看看 這個現在最新的情形